我都追不追手 黎景摩掩第一集 香港的舊式工營房屋 對戶式的設計 隔著陽光的長長走廊 就算在一頭 都會散發出一種令人不安的陰沉 壓迫的感覺 阿彪在這個工營的屋邨裏面 經營電器維修店的小生意 這一天不後 他接到一個電話 說要去到屋邨裏面的落景樓 低層三樓某一個單位 進行電器維修 他拿著工具箱走到落景樓 沿著樓梯慢慢向上走 突然間 一雙黑色的女裝皮鞋 出現在她的視線裡 他微微一惡 到底是誰這麼浪費 對鞋都很新正 就這樣放在樓梯那裡 真的 還放得這麼整齊 雖然他有點奇怪 但是也沒有太在意 走過那對整齊放在樓梯上面的 女裝黑皮鞋 走到二樓和三樓的轉角的時候 阿彪聽到這些皮鞋聲 下意識地側著身 打算被對方先走的時候 那些皮鞋聲突然間靜止下來 他有點奇怪地側著頭一看 心裡一跳 咦?人呢? 阿彪就一皺眉頭 繼續沿著樓梯 就去三樓 在他耳邊出聲 傳來皮鞋聲 阿彪心裡一跳 馬上轉回頭 當他的視線 落在樓梯上 那雙放得整整齊齊的 黑色女裝皮鞋的時候 他的心臟突然強力一震 這雙鞋 這雙鞋為什麼會 在阿彪的腦海裡 飛快地閃去一些很遙遠的影像 他突然間打造一個冷戰 一下就轉身 快步走去三樓 走到走廊之後 他再聽不到皮鞋聲 不自覺地鬆了一口氣 不會這麼邪,是不是? 會不會是什麼人 弄我 福勝高照,福勝高照 百無禁忌 到了 三一六十 看著單位門外的數字 阿彪舉起手 突然間想起 有關這條屋邨 在幾年前 各一宗轟動全港的 雙屍兇殺案 還有之後 街坊口裡流傳著的 靈異事件 電 Brus 3,3,1,6 3,1,6 這樣… 是蛇看了 露氣 露氣 在后面,再次传来一阵又一阵,鞋竹敲在地板上面的声音 这一阵,阿彪突然感到深汗一阵强烈的抽动 每一年的农历七月,坊间一定尼曼住一片不正常的鬼声鬼气 而营造这一切的元空,就是我们,传媒界 特别是我们打造的那一档灵异节目 有一晚的节目直播的时候 我们接到一位住在葵聪丽景村落景楼 花名王先生的观众来电 他说,自己是住在曾经轰动全港的一宗凶杀案 肖市单位楼上的住户 1984年5月 葵聪丽景村落景楼三一六室 发生了一宗震惊全港的情杀案 当时22岁的离职警员叶少文 拿着一把刀,到达前女友梁雪斯的家 希望能够跟她见面,要求重修旧好 而梁雪斯的妈妈看到情况不对路 曾经报警求助 在警方到达之前 叶少文已经离开,警方没有作出任何的跟进就离开现场 但在他们离开之后,叶少文再次回来 梁伯母很惊叶少文会做出一些疯狂的行为 马上打电话给她的妈妈求助 叶少文的妈妈趕到来 就在三一六室的走廊外面 希望劝个儿子回家 而这个时候,梁伯母也都走出御所 想帮忙劝服叶少文 但是,因为这一种完全没有危机感的行为 梁伯母不单止自陷险警 更加连累了两个女 被妒忌的火焰,蒙蔽了理智的叶少文 一见到梁伯母走出家屋 马上的撲上前,迟都挟持她 而梁伯斯见状当然是大惊 为了舅妈,她慌忙打开切杂 正想出来劝了叶少文的时候 但是叶少文好像瘋了 一下子推开梁伯母 撲到她门前一刀 跟向她的胸部 然后向她的颈子再刺一刀 梁伯斯马上身受重伤 爱声呼咎 而她的妹妹梁雪眼 被眼前的情景吓得大失方寸 但是,见到叶少文完全没有停手的迹象 这梅情深 令她不理自己的安危 马上撲前抢救 但是叶少文空性大发 一刀 刺去梁雪眼的喉咙 然后拿着过一把枝满鲜血的刀离开 在当时的报章上这样形容 刺在刀上高的鲜血 取着她的脚步 沿着走廊 一直滴到她楼梯间 在地下滴出一条令人触目惊心的血路 道德警方再次赶到案发现场 两位直接花样年华的少女 就是因为她母亲一时没有细心思良的行为 而香烧欲运 在案发之后 警方在空手的家里将她逮捕 最后虽然被判终身监禁 但是就不能够对这个惨租剧变的家里 作出任何的弥补 在梁姐妹枉死之后 坊间就开始流传着有关他们的灵异传闻 在传媒圈掩之中 一些佛道二家的法科师傅 或者命理师傅更加力言 因为他们惨死之后 没有人为他们做超道法事 所以两者梅的冤灵 就一直留在单位里面 也都有另外一说 两个人惨租枉死 他们的冤魂无法超渡 好快传言发展到 每一晚 两姐妹的冤魂 除了在空岸单位里面 惨夫求救之外 还会穿着一对黑色的高跟鞋 在走廊陪会 再之后 更加有传闻说 有几家人先后入住空岸单位 因为两姐妹的冤魂太猛了 将他们全部吓走 最后 房屋储无办法之下 唯有将事法单位 完全密封 虽然单位已经密封 但是相关的灵异传闻 仍然是全知不绝 虽然事隔多年 但是有关这一宗空岸的单位的灵异传闻 不单止没有稍稍收敛 反而越传越盛 特别是 每年鬼节之前 更加是传媒 用来炒作的 最佳令 异材料 在来电的观众说 他是住在空岸单位上一层 在空岸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 他们时尚感觉到 在地板传来一阵阵轻微的震动 之后就听到 令他们心胆驱裂的 女鬼夫狗声 这位观众还说 虽然事隔多年 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日子 就好像鬼节 都会再次听到 那两姐妹的惨叫呼冤 就在前两晚 黄先生走到楼梯间的垃圾房 扔垃圾的时候 就听到在三楼那里传来一阵阵 在好奇心驱使之下 他走到楼梯的转角 装下三楼的垃圾房 这一装 他竟然看到 在垃圾房外面 其中一个 看不清面貌的女性身影 吓了一大跳的他 马上转身 想说跑回到家里的时候 因为再次发生这些恐怖的经历 才触动他打电话去节目 和大家分享 另外他还希望 节目里面的师傅 可以帮到他们一家人 在鬼节期间 不要再受到任何灵异的骚扰 在鬼节即将来临的时候 接到这一个电话 监制 马上吩咐我跟进 希望在鬼节的时候 炮制一个 再次震撼人心的 鬼节特别节 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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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